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8月22日 马斯奥尔南与博华特竞争 根据德国媒体踢球者的报道 拜仁慕尼黑的新元马斯奥尔自今年夏天加盟以来 还从未得到过代表球队正选的机会 踢球者称 马斯奥尔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训练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球会内部 据说大家认为他需要提高自己的防守意识 态度和韧性 兵杰文 博华特目前在右后卫位置上的出场顺位要领先于马斯奥尔 不过 拜仁慕尼黑的高层会给马斯奥尔必要的适应时间 至于另一位右后卫保拿沙亚 他在过去两个星期的训练中较好的展示了自己 这名赛内加尔球员是球队的清洗对象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任何具体的转会报价 此外踢球者还报道称 拜仁慕尼黑高层正在为小将维度域积极寻找一家 可以让他外租锻炼的球 会 他们希望找到一家得甲球会 以便于他能够更好地适应得甲 奥格斯堡对维度域感兴趣 此外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球会也对他感兴趣 在本轮对阵波琴的得甲中 维度域得到了出场的机会 并且送出了一次助攻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